道德商皇五帝 功名下后商周 五霸七雄落春秋 倾客新王过手 亲时几行民信 北盲无数商秋 前能撒种后能收 无非是龙争虎斗 据消息人士披露 中共四九大常委名单已经确定 目前处于绝密状态 但为观众朋友们揭秘中共人事内幕 是媒体的使命所在 但需声明的是 由于中共的人事属于黑箱操作 且全都激烈 所以不到十九大的会议结束 一切都在变化中 常委名单显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留任常委 其实习近平最想拿掉的 就是李克强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习近平与李克强啊 在国家治理上分歧严重 在第一个论期内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工作配合就不默契 甚至产生严重的分歧 习近平认为李克强所谓的克强经济学 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 所以书生的纸上谈兵 不得已只是其亲信刘鹤在党刊上发文 提出来与李克强完全相悖的经济发展思路 第二 习近平认为李克强应该对2015年股灾担折 2015年 习近平本想通过股票市场 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通过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造势 但是李克强的操作不力 反而造成股灾 被迫致死 政府暴力救世 并且抓了一批证监会的官员 第三 李克强对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 这个千年大计反映消极 习近平在经济上提出了一带一路 和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 但李克强反映了比较消极 甚至抵制 致使习近平不得不老过国务院 直接部署 习近平老过国务院 部署一带一路和雄安新区 带来了国内外普遍的质疑 甚至有人认为涉嫌的违宪 第四 李克强是中共谈派的领袖 李克强是前中共谈委书记 也是胡锦涛推荐的总书记候选人 但是由于江泽民历见习近平 所以致使其当总书记为人辱乐 两人因此产生隔膜 谈派是习近平生恶痛绝的中共政治派别 一直想除之而后快 下面我们谈谈胡春华 胡春华1963年4月出生于湖北的武丰 1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现任广东省委书记 曾经担任过共青坛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河北省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等职 据披露的消息 胡春华19代未能入局 至于原因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猜测得出来 也就是胡春华特殊的身份 即胡锦涛理定他作为总书记的接班人 而习近平要长期执政 他必须废了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矩 习近平深受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政变的刺激 对深圳才和胡春华呀 一直高度警惕 其次呢胡春华为谭派的代表人物 而谭派一直是习近平打压的对象 在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坛工作认述载编这一本书中 习近平多次批评 共青坛干部形同虚设 如果青年在前进 而谭组织没有与是俱进 就不能成为青年的领头羊 反而成了青年的尾巴 那何谈扩大有效覆盖面 跟都跟不上 习近平呢还要求共青坛干部 要从上与登 从恶与奔 不能光喊口号 习近平还批评共青坛干部 自己不行 说科技上说不上 说文艺说不通 说工作说不来 说生活说不对路 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光话 老话 套话 同广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共同爱好 那当然就会话不投机 半句多了 当然在习近平拿下深圳财后 胡春华本是精工之了 此次主动申请不禁于政治局常委 获得批准应该是聪明之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